29题要稳汽水中氢离子浓度是多少 氢离子的产生会需要先由二氧化碳融入水中 然后水溶液态的二氧化碳 可以焊水反应产生碳酸 再由碳酸解离产生氢离子 总共会有这三个步骤 大概28题给的反应是 我其实已经把第二步骤跟第三步骤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还可以注意到它一开始二氧化碳 用的就是水溶液态的二氧化碳 所以第一步二氧化碳融入水也考虑进来了 那我们就直接由28题的反应式来计算 反应前我有0.075M的二氧化碳 这个是27题计算的结果 反应前融与中也有大量的水 但是水是液态的 它不写进去平衡常数里面 所以这个不重要 反应中会消耗掉SM的二氧化碳 产生SM的氢离子和SM的碳酸氢氢氢氢 这样就叫平衡时 购物质的浓度应该是这样 这个平衡式的K值是4乘以10的副齐 因为K很小 所以X应该也很小 0.075-S 有减跟没减一样 可以把S省略掉 这个平衡常数 如果以物种浓度来表示 就写成这样 那我再把平衡时的浓度带进来 分子是X乘以X 分母是0.075 S会等于根号3乘以10的副4 屏幕有给根号3是1.73 就知道X等于1.73乘以10的副4 这个就会等于氢离子平衡时的浓度 30体 就把平内上方二氧化碳视为理想气体 当温度由25度C上升到35度C 汽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浓度会上升还是下降 溶解度要考虑的就是亨利定律 溶解度会等于比例常数再乘以气体的压力 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根据PV等于RT 因为汽水平的体积是固定的 在密闭空间中 二氧化碳的末数也是固定的 R是常数也是固定的 所以当温度上升 压力就会上升 那我现在温度是从25度C 298K 上升到35度C 308K 这样原本的压力跟新的压力 它的比也会是298比308 比例常数的部分 看上面给的图 温度越高 KH的值会越低 刚才25度C的时候是0.03 到了35度C 就变成0.025 所以只要去相乘 就可以知道溶解度谁大谁小 不过这边还蛮明显的 KH造成的下降比较多 压力造成的上升比较少 所以温度上升 应该让溶解度下降 最后这个是大考中心的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